大家好,我們今天討論萬事得的 Skyactiv-X 引擎 姚先生,你為何學我? 對不起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萬事得 Skyactiv-X 引擎 今天是隆 Sir教室之科愛活動 萬事得在 2017 年宣布了一個叫 Sustainable Zoom Zoom 2030 的計劃 講了很多關於環保和社會責任的議題 而車迷最關心的就是他們會推出全新的 Skyactiv-X 引擎 叫做 Skyactiv-X 隔了一段時間,大家終於知道 Skyactiv-X 的詳細規格 2.0L 電油引擎, 16.3 比 1 超高壓縮比 萬事得說,這副全新技術的電油引擎 引入了柴油引擎壓縮點火的特性 據說,無論是燃油效益、廢氣排放 或是扭力表現 都比傳統的電油引擎更加厲害 講到這麼強勁,其實原理是什麼呢? 作為一個汽車傳媒 董 Sir,我也曾經研究過 Skyactiv-X 引擎 不如現在我試試講講我的理解 你又給我一個評分,看看我講成怎樣 我的印象中,Skyactiv-X 應該是這樣的 它既有汽油車的特性,亦有柴油車的特性 既可以用 Spark 去點火 亦可以用壓縮去點火 兩樣東西混合了,將兩者的優點結合 我講成怎樣呢?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讓別人知道這輛車的高壓縮比 高效率的特性 但實際上來說,裡面的原理當然是複雜一點 汽油車如果你想做到最省油,有一個叫做 最完美的燃燒狀態 就是所謂的 HCCI 汽油和空氣分佈得很均勻 然後就利用好像柴油車一樣 用一個高壓的方法,令它產生一個自然的燃燒 但要做到這樣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汽油和空氣混合後 如果壓縮比達到14 以上 它就會自動燃燒 我當然希望它在適當時燃燒 做得太不行 做壞機器,遲得太沒有力 怎樣可以捕捉到最佳時機呢? 萬事得啦,它有一個很聰明的辦法 就是將壓力到剛剛未燃燒的狀態 即是空氣和燃料仍然穩定 即是未燃燒的 沒錯 然後它用一個光光 去點燃燒 將壓力推高 就產生自然燃燒 但這也是最多人不明白的地方 我普通都是用火咀點燃燒的 有何分別呢? 這就是最大分別 因為你用火咀點燃燒 火焰在氣光中傳播速度是慢很多 大約是30至100m per second 但如果你是用一個火球 產生壓力 在氣光中傳播 是一個空氣傳播的壓力波 速度是350m per second 快了很多倍 火焰擴散的時間 基本上是可以滑去不計的 即是整個燃燒過程有一半時間節省了 同時因為它的壓縮比高 它出來的熱量轉變成動能的比率高 而出來的廢氣也很少 很接近一個所謂完美的HCCI的狀態 先點燃燒 用點火去增加壓力 再用這個壓力 造成一種好像柴油車 用壓力去點火的效果 兩者混合 明白 可能聽的人 剛才不太明白 但不要緊 龍Sir 我想問一件事 我代他們問 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傳統的所謂Spark Ignition 我們會有些限制 就是Air-Free Vaso 不可以太大 如果空氣多 裡面的油少 那些火全黑是傳不過的 所以最大的好處是 我可以做到很頻煙 我用很少的油 我都可以點著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傳統的頻煙 因為那些火傳得慢 所以轉數是會低的 SPC-Ci 就沒有這個限制 它的轉數跟普通的SI引擎 是沒有分別的 一樣可以很快 簡單來說 應該是節省油 兼且節省油資源 不需要犧牲它的動態性能 嘩 姚先生 你的誤性真的非常高 明白了 但沒用的 我們說只是紫上談兵 今天我們出來 就是要測試這部Sky ActiveX 有沒有以上所說的優點 所以我們準備了兩個測試 今天貨外活動的第一個測驗是 看看Sky ActiveX的動力表現 是不是真的比傳統的電油引擎 所以我們亦安排了一部 一樣是2公升容積 自然吸氣的同款萬事得3 Sky Active G出來拍跳陪跑 由潘頓 啊不是 是龍Sir 拆騎 試完G 再試X 看看兩者轉入大直路後 力量有甚麼不同 首先我們要看看它的動力上 是否真的有分別 龍Sir 你覺得這兩部車是怎樣的 有的 有的 對呀 還蠻明顯的 是嗎 你覺得分別最清楚在哪裏 這部車在中段 明顯比之前的車是爽快一點的 即是X 爽快一點的 G 對 G 都有兩個模式 一個普通 一個Sport模式 但它的普通和Sport模式太明顯了 如果你是用慳油的普通模式 是有些勢力的 它會盡量用盡扭力 甚至去到震的情況 如果用Sport 它的力量又好像太大 拖著拖著 這部車明顯地就是它 無論你用哪個模式 在低負荷的中段部份 你比油的明顯是爽朗一點的 X 的engine 本身的馬力 是比起G 是高一點的 分別是有的 但不是兩個世界很明顯的那種 低負荷中轉的時候 如果駕駛G 你就要猶豫了 我究竟要很省油的駕駛 還是不行 我要給油的駕駛 這輛車你真的很隨心地碰著油門 機器一直可以很爽朗地給你動力 亦不需要擔心 我現在是否太大腳 浪費油 特意控制油門是不需要的 那會否甚至影響了 波箱不需要做那麼多東西 可以鑽定一點 駕駛著波段 純粹用engine 去變換呢 是的 我剛才上斜坡時 感覺到你剛才說的這件事很明顯 因為中段部份是很爽朗的 是不需要波箱去做很多東西的 基本上一些暗斜 它可以保持同一個波段 是一直這樣上去的 即是說呢 萬事得一開始說 SKY ACTIVE X 中低段的Torque 好一點呢 似乎暫時證實了是有些了道 也不是騙人的 感覺明顯 還有一件事就是這個SP CCI 我一直以為是 好像HCCI 一樣 工作環境是很窄的 但大家想不到 這個SP CCI 在顯示中看到 你基本上在駕駛的全程中 即是由起步 中速 甚至乎快 大部份時間都是開著SP CCI 的顯示燈 除了修油以外 都是開著綠燈 這件事是在我想像中之外 因為我一直以為 汽油做Compassion Ignition 只可以在一個很低負荷的中段速度才能做到 但原來可以透過SPARC的幫忙 可以把這個功能大部份時間都可以使用到 但我又留意到另一件事 只是我自己做乘客 但我聽到這部引擎 是比起G 更加重 都是正常的 因為Compassion Ignition 有這個特點 就是所有的燃料 在短時間或是瞬間 同時一起點著 一起產生壓力 所以壓力是來得很快很急速的 就會有這個狀況 但它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瞬間燒光後 你將熱能變造 動能的效率就會高很多 因為預熱少 排放出來的廢氣也是少的 各方面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現在很多車都嘗試用其他方法 無論是用電或Turbo或其他燈壓幫助 它們其實是避開了不去做Ideal Combustion 而萬事得 即是由一邊頸 我又嘗試 對呀 因為Ideal Combustion 它的工作條件太過狹窄 但你又要應付上車 要應付很多不同的工作狀況 所以這個所謂Ideal Combustion Cycle 一直都沒有辦法實際地達到 於是其他車廠就想想 我沒有這個HCCI的Ideal Combustion Cycle 我會有甚麼辦法呢 可以省油 提高壓縮比 或是用Direct Injection 甚至是用分層燃燒等等的方法 去做到省油高效率 結果走出來的路就變成分支的路 動力試完 Long Sir就覺得不錯 接著就要考慮它的省油功力 玩法很簡單 首先 Reset 兩部車的油耗數值 之後再遮蓋顯示 我和Long Sir一人開一部車 由馬鞍山出發 拍著拖行 去到大埔互換司機 再回到馬鞍山開股 Long Sir,我們完成了20公里的油耗測試 今次到我考Long Sir 你記得官方數字 兩部車相差多遠嗎 官方數字說Sky Active X 應該會好11% 對了,Long Sir果然有做功課 我們看看今次做到的油耗是多少 首先看Sky Active G 它的數字是14.4 然後再看Sky Active X 是15.1 兩者相差0.7公里每L 即是我們做到的Difference 是相差5% 5% 與官方的油耗出入 為何我們做不到官方的數字呢 這有很多原因 譬如我們那條路線特別短 很短,20公里左右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駕駛這車時 這車的彈跳與同一部車 比Sky Active G 算是彈一點 我感覺上胎氣可能辨得比較高一點 這樣很有利息 是啊,如果胎氣差一點的話 有幾個百分比差就很正常 我們未做到科學或精確的 我們只是一個科學活動小實驗 總結對上兩個測試 Sky Active X 在這兩方面的表現都比 G 更好 證明廠方放了這麼多心機 結果肯定是有成效的 作為買車的人當然想買一部好一點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 買車的人是要錢 究竟Sky Active G 和Sky Active X 相差多少錢呢 原來揭背萬事德3 Sky Active X 的價錢是269,990元 這個價錢是Hi 版本 即是少了 Bose 音響、360度鏡頭和一些駕駛輔助系統的入門版 而同一個版本的Sky Active G 現在做的特價是229,990元 所以大家要考慮一個點就是 值不值得用4萬元 選馬力大一點、扭力表現好一點 又比較省油的新人期 不如這樣吧 大家在留言告訴我你怎樣看